哈喽大家好 这阵子感冒的人特别多 我也是 伤风咳嗽 喉咙一直不舒服 那一般的感冒 医生也不建议去吃药 因为我们身体本身有治愈的能力 只要多休息 多喝水 慢慢的自然也就好转了 那只是呢 这里一直会不舒服 不干净很久 那就想到了 小的时候妈妈做的冰糖炖礼 那冰糖炖礼 没有力感经营的效果 但是能缓解你的症状 你如果有空的话 早晚各一颗 那晚上零睡前这一颗 特别管用一点 坚持一个礼拜十天 感觉就会好很多 好 下面我们就来一起分享一下 一般我们用天津鸭梨 梨和苹果都有吃熊之分 看这里 这个凹糖处深深的就是吃的 不管苹果梨越深越好 我们准备一只厚实的小碗 一个小勺子 那这边不要太宽 梨洗干净 手也洗干净 整个过程都在手上完成 我们先削皮 那小的时候 看妈妈弄的时候 这个皮削好以后 都带着皮一起蒸的 不知这个皮是否有营养价值 那现在怕它农药残留 所以我们都把它拿掉 然后在梨的三分之一 或者四分之一的地方 看那个梨的大小和形状 也就是大约刚刚好碰到核的地方 下一刀 用勺子 这样先打个样 然后生下去这样转一圈 里面周边没挖干净的 用勺子这样给它挖干净 这个底部呢 也给它弄干净 把梨做在碗里面 用勺子 最小面积把它取出来 那你也可以从外面拿掉它 但是从外面弄的话呢 相对来说就没有这么安全 那接下来就往梨肚子里放冰糖 用黄冰糖 越黄越好 加工的程序就越少 那如果你接受得了川贝的苦味 放些川贝粉更加有效 这叫凉药苦口 然后盖上盖子 隔水蒸 隔水蒸 水开后转小火 炖它一个小时朝上 那炖到像这样 梨看上去酥酥的 水呢汪汪的 就这样连汤带水带肉 一起吃下 好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祝大家身体健康 天天快乐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